好 現在進入了後疫情時代 我們說台灣的餐飲業 業績開始收復失圖了 不忘請教陳彥 現在為什麼外資會一直調升 餐飲股的平等 對 過去外資應該都比較專注 在電子股 他們也跟上風潮了 你看 開始美食 他可能去看要吃美食對不對 其實不只摩根斯坦利 其實我們本土的這個 海基 你看匯豐證券 就內外大家都在調高這些 你看包括網品 杖壽司 還有美食 其實這些從去年 我覺得從11月底 其實就開始有一波 幾乎是大幅度的一個飆升 大家都覺得 這只是一個短期的現象 但沒想到長了那麼多以後 法人機構通通跳出來看好 當然現階段如果要再切入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去切一些 他們還沒看好 股價還沒有發動 但是有沒有 營運上有沒有轉機 你看像新天地 一敗天地 二敗高堂對不對 包括他的鐵板燒 新的營運 接下來台中 台北又要再展電 目前營收已經開始大幅度增加 我看最近的年增率都很強 而且整體來看 股價才剛開始發動 然後包括這個韓社 請到我家韓社一座 結果一到 不得了 因為他現在 他有礁溪的韓木 還有這個韓社荔枝跟韓社 韓社荔 信義區反而出兩間就對了 那現在港澳 他們現在不是開放自由行嗎 其實這個地方是非常吸引人 他最近的營收整個也攀升上來 但你注意看 其實他跟剛才我們講的 他們提的這些網品或藏壽 藏壽是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他股價盤了很久 最近還開始動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 整個大餐飲的時代 應該是確定的 而且隨著通貨膨脹的一個增溫 然後景氣並沒有大家想像這麼差 然後口罩接下來也解禁了 大家整個餐飲的這個 回復的力道 我覺得在這一刻是很強 但是長多的我們要小心 你看這個力多一出來都在跌 力多一出來都在跌 所以你會是把它視為短線題材 還是它真的可以 我先講上半年 因為上半年焦點還是在那一區 尤其是餐飲的部分 但是你要去找一些 營收有上來 還沒有